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免价格崩盘 去年因为三个台风重创 香蕉价格一直处在高档 最近进入产季 香蕉价格逐渐回稳 但媒体报导 农粮署官员预估到了盛产期 香蕉价格将大跌 今天有民间人士发起了香蕉运动会 希望展开香蕉的预购活动 所以我们现在集结一些力量好像是一个子弹 来对坐 看能不能把它崩盘的时候再把它拉上来 那拉上来的时候 这样农民就不会那么辛苦 福大社会企业研究所也参与香蕉运动会的发起 透过社企所的学生协助 建立网路预购单 与网路通讯群组 串联热心民众与企业 本来就是一个社会企业研究所 那我们也办了一个生物企业创育上的学会 那我们就是让企业能够跟社会产生一个正面的消费 我们对生产者荣有的一块比较陌生 消费者这一块我们可以整 那就不可能来开始这样的活动 一个方面是让农民有信心 减少他过早去进入市场 或者破坏价钱 或者抛售 这事情只要一减少 其实市场还可以供应 还会稳定支撑助力 那这个它就会好起来 路过的学生与民众也相当关心这个议题 其实台湾的农业其实长期以来都 农民都不是过得很好 所以觉得需要让更多的人可以直接去购买农产品 就是不要透过中间山 这样比较好吃 台湾香蕉好不好吃 好吃 新北市北新国小管弦乐团社举办 让爱走动音乐一眼活动 前往老人照顾中心陪伴爷爷奶奶 也让孩子从活动当中学习感恩与付出 新北市北新国小管弦乐团客后社团 每学期都会主办让爱走动音乐一眼活动 不论在监狱 医院 养护中心或是老人照顾中心 社团都是义不容辞的前往参与活动 今年五月 特别在母亲节前用所学的专场音乐 新手做的卡片 花束 和孩子们自己的双手 陪伴养护中心的爷爷奶奶 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在其中 带着孩子们一起关怀陪伴长者 深深感动每一位在场的人 许多孩子表示有机会还要再去 因为服务长者很开心 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到很快乐 透过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孩子能从小回退于社会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坐终学习 进而反思能跟自己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把握这份真挚的爱 在队雨山的世上 是北新挂学乐团所坚持的 学习感恩与付出 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人生底部